疫情警戒 大家都要避免外出避免群聚 不過還是有部分民眾能違規群聚打牌 關山分局池上分助所28號就接獲民眾檢舉說有人群聚打牌 池上警方立即會同衛生局人員前往稽查 並且依傳染病防治法御開罰 以防堵防疫的破口 警方以及衛生局的人員走進遭檢舉的民眾家中 確認真的有人群聚在此打麻將 完全無視防疫的規定 而屋主還向警方強辯沒有群聚 讓在場的衛生單位人員直搖頭 台東關山分局池上分助所 昨日下午接獲民眾報案 表示有一戶人家正在聚眾打牌 以示有違反防疫規定 池上分助所援警立即會同衛生單位前往稽查 雖然打牌的民眾皆有佩戴口罩 但仍是超過室內五人的規定 明顯違反了防疫規則 本所接獲民眾檢舉稱有人群聚打牌 本所獲報後立刻通知主管機關衛生單位人員 共同前往停止地點去查 警務組同意後 入內查看果然有四人在打牌 雖然五人均有佩戴口罩 人物違反規定 所以傳染病防治法予以開法 在此也特別呼籲民眾 防疫工作需要靠你我來落實 停止室內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聚會 避免不必要的接觸 才能有效阻隔傳播鏈 讓疫情儘快獲得控制 切勿因為一時之快 而成為防疫的豬隊友 記得陳建林池上相報導